麥芬人群王大家好 我是大頭阿喜 那我上一個星期就訪問了 Ginley 李信妮 然後今天我就來訪問這一位 哈囉 大家好 我可愛的大頭阿喜好 我是 Nicole 來森鳳 Yeah 接下來就要問 Nicole幾個送命題 如果在這條追夢的路上 你要選一個人來陪你一起追夢 你會選誰 秉雲 或者是 Daniel 都不想選啊 我覺得是秉雲 因為我覺得她其實有很多想法的人 我覺得我跟她的化學作用會比較大一點 我跟 Daniel 可能就可以跟她音樂啊 舞蹈啊 很多合作 可是如果是跟秉雲的話 我自己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她懂得去用幽默這一塊 帶給大家歡樂 可能因為我是很緊繃的人 某些時候可能她可以讓我放鬆 然後我又可以鞭策她 然後可能她的一些搞笑 能夠讓我覺得 欸 我的音樂 或者是我的可能一些影片上面 可以讓大家看到我幽默的一面 這樣子 聽她的學家 或者是廣東話這樣子 而且 我們的眼睛都很小 所以怎麼講到 她好像蘇佩的感覺 唯秉雲啊 好 接下來要問的是 如果你遇到很多的困難 或者是你很難過的時候 你會選擇誰來傾訴呢 林德榮大哥 還有葉超明 德榮大哥肯定 Sorry啊 林爺 確實很像平時我們有見面的時候 其實德榮大哥都會一直往我們的口袋裡面塞 就是那個道理 而且她這麼多年了 她的一些心得的想法 真的是可以讓我們這些後輩是走出很多冤枉 所謂可以共患難 可能也不能共富貴 那如果你真的 你追夢成功了 賺到錢了 OK 得到你想要的榮譽了 你會想要跟誰分享 秉雲 或者是裴咏 又是秉雲 秉雲 為什麼 會和裴咏分享 這個我覺得 Suppose 應該要找回秉雲的 就是有始有終嘛 嗯 如果是跟裴咏分享 有時候我講說合作的那個力量 就是我跟她分享了之後 她可以也是一起把這個東西 再 expand 跟 spread out 跟大家分享 就是讓這個東西更加的有力量 在我們邁逸的所有的DJ 有男的有女的DJ裡面 你覺得哪一個人最有資格成為你的假想敵 我覺得 阿喜不錯 喂 不要因為我爹偷在這裡 喂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你的聲音 因為我覺得在電台上面 聽到你的聲音真的是很舒服 因為之前我們就是很早以前 也就是認識 然後你也是非常的堅持的一個人 我們某程度上是同一類人 我覺得是互相勉勵 然後你現在堅持的一個成功了 我覺得有天賦的人很多 可是努力堅持的人也真的是很少 你也會是我一個 或者是會是很多人的一個 學習的對象 好感動 真的 這真的 你看劉雯瑩 proton 非常的值得我們去支持 而且這麼棒的這個大馬歌手 我們有多少個可以這麼的優秀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給他多多的support 好 最後有什麼想要跟你的粉絲們說的嗎 真的是非常謝謝他們 一直以來的陪伴 然後我們真的是一起成長 其實當我覺得說 欸好像想要懶惰下來的時候 我就會收到他們來ämäruck嗎 就是他們會留言的一些 讓我覺得說有人在等我啊 你不能這麼自私 就是停下來這樣子 所以真的要非常謝謝他們 一直守護著我 耶 謝謝 謝謝妮蔻今天接受訪問 謝謝你 謝謝你 真的 辛苦你了 謝謝 姐不會